五国颁布紧急状态虽然已经快一个星期 但因应紧急状态而成立的跨党派独立委员会 至今依旧难产 尽管早前在野党业愿不刚 但是行动党如今表明愿意在有条件下参与 那就是参与的反对党代表必须有同等的决策权 不能只是须有代表 而属于国盟政府议员的巫统 熟立主席拿督穆罕默哈山今天终于开炮 批评政府不应该颁布紧急状态 导致国会和宪法遭到玄制 损害民主制度 虽然慕尤丁政府成功取得陛下预准 颁布全国紧急状态 但批评声浪不减反增 既在野党不表认同后 国盟内部如今也出现反对声浪 巫统疏理主席莫默哈默哈山斥责 颁布紧急状态导致国会和宪法双双停摆 但其实对人民抗议没有实质帮助 他认为与其颁布紧急状态 政府其实更应该颁布的是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如此一来 政府只需要拟定公卫策略 就足以控制疫情 莫默哈山坦言 我国政经历前所未有的局面 不仅疫情威胁加剧 经济也萎缩 国家更因为紧急状态 宪法国会遭到选制 他强调 巫统一直都力挺政府的抗疫举动 但无论疫情或任何挑战 都不应该击垮我国的民主制度 他呼吁尽快恢复宪法 作为我国最高法律的功能 确保国家的公平制度不受动摇 另一方面 尽管多名在野党议员早前表明 没必要参与或设立紧急状态下的 朝野跨党派独立委员会 但西蒙成员党之一的行动党 今天开出条件 不排除参与委员会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向马来有报透露 行动党开出的条件是反对党在委员会里 必须获得平等的决策权 不能沦为橡皮图章 林冠英强调 专家和在野党国会议员的加入 将让紧急状态委员会更加独立 但慕尤丁必须保证 所有合作必须是有诚意和真心的 林冠英重申 反对党一直都乐意合作对抗疫情 但不希望遭到利用来替合法化夺权的行动背书 如今行动党虽然答应有条件加入 但林冠英强调 西蒙下个星期将开会讨论 最终决定仍然必须和西蒙成员党取得共识 首相署早前已经致韩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 邀请三名在野议员加入跨党派的紧急状态委员会 但西蒙主席理事会早前表明 由于现任政府是否掌握多数议席已有悬念 因此不赞成全国颁布紧急状态 安华也发动联署 希望援手撤回紧急状态 恢复国会运作 dictators合宣态 视频翻证 。